大家好,我是小杨,这是我高中超市买了两颗芹菜 我们在做芹菜的时候,有人焯水,有人直接炒,还有的人过油炸 其实这样做都不对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芹菜脆嫩不塞牙,营养又美味的做法 给我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制作的吧 芹菜摘好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斜刀给它切 芹菜摘好散 芹菜摘好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这次来开іч什么 芹菜摘好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都要打开 芹菜摘好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就这样做到寝废 芹菜摘好清洗干净之后,我们可以转过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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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